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一首歌编成了这本书 然后才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电影 我现在觉得是骄傲 你确要你骄傲是吗 了不起的歌 了不起的你 每个时代都有动人的旋律 存在心底成为你我的记忆 当一段旋律流淌在耳边的时候 你会想起某个人 想起某个故事 当一首歌唱响的时候 你会情不自禁 热血沸腾 青春洋溢 欢迎您带着好听的歌 动人的故事来到这里 大家好 我是李嘉明 这里是综艺频道 全新的音乐故事节目 《了不起的歌》 欢迎 欢迎小韩 欢迎小杰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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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请坐 欢迎小杰哥 节目的名字叫《了不起的歌》 其实名字很普通 但是其实组合在一起 会有一种化学反应 是的 小韩第一反应 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句话一样 我心中的《了不起的歌》 就是当这首歌出现在 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时候 可能恰巧迎合了 他在那个特定的人生阶段的 某种心情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心情 所以你把这个《了不起》 是跟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对 然后于是这首歌就有了故事 因为当这个歌和他的生命体验 发生碰撞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这首歌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无论过多久 每当这个旋律响起 你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 或者当你想到 那个时候的自己的时候 这段旋律就会响起 所以后面一定有故事 一定有故事 有故事的歌是《了不起的歌》 好 我喜欢这个歌 有故事的歌是《了不起的歌》 来 请小娟哥来下个定义 我觉得这个《了不起的了》 在我的心目当中 它是聊天的聊 小安刚才说了 很多歌曲都是记录了 人的一个人生当中的 一种回忆和体验 那么一回忆 都是累 都是累 一回一回想起很多很多歌曲 《了不起的歌》 在不同的人生和片段当中 很多歌曲 很多歌曲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搞音乐 搞音乐的职业呢 它就会把音乐作为记录你 人生片段的一个累积的一条线 没错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初衷 因为是一首歌 但是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它是美好的一部分 它里面有故事 尽管电视节目有它的时间 和播出的这样的限制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在网络上 在电视上 这个时候 有人听一耳朵 有人看一眼 如果产生一种共鸣的话 我觉得 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一种生活的味道 我觉得 《了不起的歌》里面 就像刚才小汉所说的 一定都是满满的人生故事 对 我们再次用熟悉的旋律 来找人生的共鸣 那两位嘉宾有选择权 小汉你是想先听歌 还是想先见有故事的人 先见人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位 和我们这首歌 有故事的这位嘉宾登场 来 掌声有请 我是世界方程式大赛冠军女车手 玉车银时首席车手 瑞斯赛车联合创始人 教官 高速 飘移 动力 就是我的关键词 这就是我的速度人生 太帅了 太帅了 来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 太帅了 小新姐 欢迎一下 你好 你好 小汉好 你好 胡老师好 欢迎 请坐 英姿撒手 我有个问题 可能不太礼貌 因为确实很漂亮 您是真赛车手 还是演赛车手 我是真的赛车手 那那个片子里 是我自己演自己 真棒 拿赛车执照多少年了 拿赛车执照十几年 那你现在的赛照 我问个是什么本 A本还是C本 A比ZD本 赛照的标准 赛照它是分为场地赛 还有拉力越野赛 还有摩托车 还有卡丁 如果要是专门场地赛的话 最低的是国家B级 参加两场 国内的或者地区的比赛 可以升为国内的A级赛照 然后再参加国际的比赛 才能升为国际的C照 如果你想在国际比赛 必须得有国际照 那是国际去联发的 现在您拿的是 国际C照 你现在能拿到 国际C照的在中国 我不是特别确定 但应该不超过三个人 这就自信吗 所以这样的一段经历 也是你的性格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对 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我其实相对比较温柔 看不出来吗 这又有点跟我的这个 其实我们看F1的时候 就经常看F1的赛车手 每一个都很绅士坐在那儿 没有那种特别跳脱的 因为赛车是需要非常稳定的精神力 对 然后它要对车辆的控制力 非常的精准 如果我是一个很毛躁的性格 那真正到了转弯 或者是极限的时候 那我的处理会不当 所以真正开车好的人 基本上性格都比较沉稳 那会出危险吗 如果 当然会了 肯定 大家你看都特别关心危险这个话题 对 其实赛车不属于十大危险运动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保护 我觉得其实比在公路上开车还要安全 尤其是学了赛车的基本知识以后 它能对突如其来的这种危险 有一个反控力 然后就能规避很多的风险存在 而且在赛道里面就是我从来不担心别人会来追我的位 因为大家开车的技术都特别好 而且有头盔赛服还有我的各种装备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赛道是比公路上还安全的 其实说到这个 其实我还带来了很多我的同盟朋友 给参加来展示一下 好啊 好 你刚才用这个词说是你的什么同盟 对 我的同伴们 但是结果上来以后好像很有岁月的痕迹 嗯 张言给我们讲一讲 尤其是这个头盔 这个头盔是当时伴随我征战在08年一直在欧洲比赛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经费 所以就买了一个很普通的头盔 但是也是IFIA认证的 所以这个地方贴了我的英文的名字 IV张 然后来分辨 其实戴上头盔的时候 你根本分不出来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因为赛车都是男女一起比赛 就是我刚刚到英国的时候 那时候周围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08年左右 中国人基本上接触赛车的特别少 尤其还能去欧洲参加训练和比赛 所以那个时候的同伴非常排挤我 我心情非常的抑郁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也不知道我去了英国 当时在想我选择这个行是对还是错 而且你看这个我头盔上坑坑洼洼 都是开方程式训练还比赛的时候 留下了这些用石子砸过来的 所以说不危险呢也有危险 就经常深夜一个人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就会哭 哭了之后怎么办 我当时就发现我想听一些家乡的声音 听一些中国励志的东西能给到我精神的慰藉 所以那时候就翻各种歌 那时候正好听到了那首我想听的歌 你这样你能先唱出来吗 就在这个位置 我哼几句我就听哼那个调吧 来好 加油我唱歌真的不太好 就哼那个旋律就行 好 好 收银一下花 特别好 特别好 谢谢 歌曲《生如下花》 是由朴树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歌曲 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 华语音乐传媒大奖 十大华语歌曲奖 歌曲传达出我们的人生 如惊鸿一般短暂 但是要勇敢地 接受生命中的一切 大胆超越自己 像下花一样 开出绚烂色彩的美好品质 这首歌 我觉得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歌曲 我特别喜欢朴树的音乐 它在第一张专辑叫《我去2000》 所以谁也不会记错 那个出版的日期 是1999年 它在那个年代 它的音乐还是很特别的 它有一种很忧郁的 很浪漫的 就是青年人特有的一种气质 它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应的同时 又有对内心的这样一种 很深刻的关照 所以它的音乐 我们现在去听 也不会过时 你不同的人生阶段听到它 你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是一个 知行合一的创作者 你会发现 它的人生轨迹 和它音乐作品的精神气质 是绝对吻合的 没错 所以我很欣赏这个音乐人 你觉得这个歌词 哪一句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打动了你 像夏花一样绚烂 为什么 因为人生短短这几十年 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灿烂的高光的时刻 要不然你到老了之后 回首自己觉得 这个好可惜 我没有去做 那个为什么当时没有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时间去后悔 我当时想到了 我就要为我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去付出努力 去勇敢地做出抉择 我做了我就不后悔 而且只要你去做了 你就不要说 我退回去看 如果我不做怎么样 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时间 就是我们永远是要为明天而活 而不要活在过去 而且一定要让自己的生命当中 有那么展开的一刻 但是人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 你为什么在这个深入夏花 像夏花一样绚烂 会不会有一点要努力绽放 但是我可以有点不顾一切的感觉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人生就像春夏秋冬四季 夏天是我们最好的年纪 那春天是我们学习的年纪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知识沉淀 你不可能为夏天的绽放而做出准备 到秋天我们就可以接获果实 这所谓的果实可能是我们的荣誉 也可以是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 然后到了冬天 我们可以回首的时候没有后悔 而安享晚年 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也就像春夏秋冬的四季 我明白了 就是其实你是花和果实连在一起的 没有绽放的花最后不会有甜美的果实 对 因为深入夏花旋律很熟 对 但是她刚才讲了她的经历 特别是最早到异国他乡参赛 我觉得这个歌词 再想想张颜的故事 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 也不知道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我从远方赶来 恰巧你们也在 痴迷流连人间 我为她而狂野 我觉得她 因为她原歌词是一个女字旁的她 我觉得这个她 同时她可以指代我们的梦想 是吧 痴迷流连人间 我为她而狂野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可能在你那个时间段内 你的梦想是被人嘲笑和质疑的 被人不信任的 但在那一刻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就是要坚持下去 我就要为我爱的奉献一切 所以这个歌可能真的在那一刻 就能够点燃你 对 所以我请教张燕 那你觉得赛车手 会是你的终身职业吗 不是 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其实更想当老师 致力于一些小朋友 还有大人的兴趣地培养 那如果大家学习了 这些驾驶技术以后 其实对于道路的安全 会大大的增强 你说就平时开车吗 对 像好多人问我 我在路上能飙到200 280 你能开了多少 我说我最快就120 因为道路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对于赛车 也是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只要开快就行了 但其实赛车最重要的 不是加油 是刹车 一个比方 我们前面有一个弯道 这个弯道 我们离这个弯心 还有200米 那如果说 这个时候 我们在200米 这个位置刹车 那我们就有200米的 一个刹车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长的 因为你可能 控制不住你的刹车 但如果我们再往前 到150米刹车 你就比别人 多加了50米的速度 其实刹车最重要 但是刹车一定要刹到 轮胎的boss与不boss之间 因为正常的赛车 没有那么多的电子系统 全靠脚底下的掌握 这怎么处 所以练好刹车 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我爱赛车的一个原因 就一定很多的事情 要暂停一下 然后看清楚 然后再出发 不是说我一味地 就到那了 哇 我冲过去了 那你根本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车辆 就冲出赛道了 你就没有成绩 所以玩赛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 其次才是 你的圈速是多少 我听到这段话 真是很感触 我发现所有的职业态度 其实都是人生态度 对 我也在讲 你看他讲得快 不是快 而是刹车 我们传统文化 为什么最后叫 止于至善 对 对 我们的人生讲止 他刚才讲的 那个刹车距离 我们讲凡事要留有余地 对 对不对 然后他最后讲了 你超速了 翻出去了 所有成绩都没了 我们的人生因为图快 图速度不多 到最后 比如说你的健康没了 得不偿失 我们也就没了 也就没有人生的成绩了 对 那我想请教张妍 音乐和赛车手的关系 如果这个问题我问你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切在生命当中 都是有旋律的 开车也是有旋律的 然后音乐当中也是有旋律的 大自然的一切事情 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律动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大家息息相关 世界上如果了没有这种旋律 你心里边没有了这种旋律的律动 我觉得人生也就没有意义了 真好 这我第一次听到 把这个赛车和音乐这么地融合 对 太棒了 谢谢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张妍最爱的 《生如夏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 沉睡了多久 也不知还有多难 才能睁开双眼 我从远方赶来 恰恰你们也在 痴迷流连人间 我为他而狂言 我试着耀眼的瞬间 是花黑眼帘的沙拉花言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我将心也永远再回来 不许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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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空一半短暂 开放在你眼前 为你开花经 明禁噢 明禁噓 不会往不ура 溢汗 不辯 不 Instagram 不许是信仰 我们永远再休息 你呀 最重要 只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时间 像下发一样灿烂 人生短短这几十年 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灿烂的高光的时刻 我们永远是要为明天而活 而不要活在过去 我觉得一切在生命当中都是有旋律的 开车也是有旋律的 其实这歌听完以后 真的我觉得张妍那句话还在我心里萦绕 所有事情都是有律动的 那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过程 下一首歌我觉得 无论是有音乐故事的人 还是这首歌 基本上不用我启发 我觉得两位会自然地融入 那我们有请这位 带着音乐故事而来的嘉宾 手里还有书 笑容很迷人 来掌声有请 音乐推荐人绕雪曼 知名女作家编剧作词人 青春文学代表人物 2004年创作第一部青春疼痛小说 小妖的金色城堡为大众所熟知 后续佳作频出 佐尔沙漏秘果 大约在冬季等青春系列小说广受好评 并改编为同名影视作品 热度口碑双高 与偶像齐琴多次合作 为齐琴新歌柳川西街的少年作词 我觉得她走过来的时候 电视机间很多观众已经认识她了 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女作家 然后雪曼 雪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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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雪曼老师你好 我有给你带书 这是给您的 我签上了名 谢谢 真美好了 谢谢 谢谢 哎呀 我就说嘛 雪曼一登场 不用什么台词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喜欢 我喜欢作家的说话方式 太好了 作家从文字语言 变成这个养生语言的时候 有他的气质 我还喜欢这种能摸得到的书 就有的时候看书那电子的那种 感觉没有这样的感觉 书香是永远有魅力的 是不是推荐这首歌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本书摆在中间 都可以 那我都猜到了 那是推荐《大约在冬季》 对 歌曲《大约在冬季》 是齐琴代表作之一 由齐琴作词作曲并演唱 收录在齐琴1987年 发行的专辑《冬雨中》 被誉为华语流行乐坛情歌典范 无数8090后音乐榜单中的金曲 传唱至今 1988年齐琴凭借该歌曲 获得了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2008年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最受欢迎的三十首中国原创歌曲 2010年入选华语金曲奖 三十年经典三十年三十歌 2019年由饶雪曼编剧 马思纯 霍建华主演 齐琴特别出演的 大约在冬季同名电影上线 为这首情歌经典 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生命力 为什么是这首歌 是因为 因为这首歌恰巧 是您的长篇小说的名字 然后那肯定是这首歌本身触动了 您才会把这部小说 起了这样的名字呀 其实是这样的 就15年的时候我拍完了电影 昨儿之后就跟小哥认识了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很希望说 把他的音乐作品看能不能变成电影 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去接触 去聊说你到底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小哥他自己不是很有概念 他觉得我就是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他好像十五分钟就写完了 对 所以而且这首歌 也不是我很喜欢的他的歌里面 不算我特别喜欢的歌 因为我那时候是文艺青年嘛 所以比较喜欢他那些比较 更有诗意 对 更有 好像更有感觉 比如说狂流啊 空白啊 自己的沙场 对对对 所以就会觉得这首歌好肤浅 然后但是又是所有人都听过 大家都喜欢 那如果我们改编成电影的话 可能他的IP的认知度 还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还是用这首歌 然后我就从头再来听这首歌 然后又跟他去聊 很多当年他创作的故事啊 或者跟这首歌有关的一些故事啊 其实就会觉得慢慢被带入 慢慢被感动 然后在他们都还是不知道 到底应该拍什么的时候 我就一气之下 就干脆写本书吧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老本行 对吧 我可能去写剧本的时候 我也没有那么的专业 这个画面感很像是开会 已经半个小时 没人表态 然后雪范说我表个态 是吧 就是写书对我来说 比较容易一点了 但这已经是我人生当中 第六十几本书了 所以说小哥去了一趟美国 回来我就已经把这书给他了 所以他当时一看 他又看哭了 然后他说可以 我们可以拍电影了 所以才开始因为这本书 对一首歌编成了这本书 然后才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 这本书里面我们其实有记录 这个戴卫在冬季的 这个电影是如何的产生的 就有非常详尽的记录 加明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借您刚才的这个话题 就您刚第一次听 他在他所有的歌里面 这首歌算是肤浅的 但是您怎么样 用您的文字和思想 让他最后变成了 能让齐情流泪的这样的 就是我第一次听 您往里面加入了什么 我第一次听他的首歌很小 十来岁吧 对 你觉得是有自己的生活和岁月的 对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也不是很懂什么叫别离啊 或者就没有那么多的人生感慨 但是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快五十了吧 对 所以我其实是会有些感慨 然后再加上小哥 他一直在带我进到那样的一个 情境和感觉里面去 比如说他给了我这个电影也好 小说也好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叫 别离是常态相聚是奢华 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当时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灵感 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就像他们说的时候 初T是高三 再听已经三高了 对 就会觉得其实会 对 就会有更懂这首歌 才会明白说 其实最简单最普通的一些东西 往往它其实是最深刻的 是最能打动你的 我觉得如果以我个人的感受 我是很感谢的如果划分音乐 我觉得音乐一定有一个类型 是唱自己 那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在唱自己的这类歌里面 是排名非常靠前 而且我在想琴琴的这些音乐作品 像刚才雪曼老师分享的 就您比较喜欢的 更有折丝的 更有充满着这种人生体悟的那些作品 它没有什么故事 就是它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抒发 或者一个 它为什么想把大约在冬季改编成电影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它的 就是本身它的公众认知度就很高 再有一方面就是这个里面本身就有故事了 时间 地点 人物 然后事件 分离 聚首 就全部都具备了这几个创作的故事的要素 所以可能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对 它可能也希望说它的音乐可以更多的形式 被更多的人接受 记住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歌者来讲 可能会觉得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经常跟我说 其实音乐是不会老的 只能会老 可能你会觉得一首歌 这首歌好老了 但其实当你在听其他的时候 你可能每次听 因为你的身份不同 你的年纪不同 你感受不同 你可能听还是会有新意 所以它会觉得 包括我们当把它编成电影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人看哭了 或者说觉得很喜欢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的也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那个青春 他自己曾经有过的一切 没有我的碎脸 你要保重你自己 他说 怎么才能真正唤醒一个人啊 对不起 安然 我是爱你的 很爱很爱你 我想大约会是在 你记得 我们深深相爱的时光 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 最最美好的回忆 那雪曼不谈 你看你看他表示 现在是他的歌他的歌 界定很清楚 然后你还有自己写的歌 那你自己喜欢的歌是什么 就是七情的歌 对 我小时候就一直听他的歌 对 他的音乐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最喜欢他的音乐 倒不是他唱的那些情歌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的 什么不让我的眼睛 比如我过夜啊 夜夜夜夜夜 这些情歌 其实这些歌也不是他本人最喜欢的 我们反而更喜欢的就是 暴露一下年纪 可能七零后更喜欢的就是他狼啊 狼本来是那些 对 那些专辑里面的歌 外面的时期 对 就是外面的世界 大月在冬季 你年纪也不小了 可不是吧 东西光 对 然后其实是那些歌 他更 当时 他就是 传过来 就是传到内地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说 因为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 生活在小镇的姑娘 对 小镇长大的 就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清新的风 他就是一下子就会打动你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镇电视台 就是每天新闻联播之前 就六点半到七点之前 他就会放他的MV 然后我还有就是比较迷他的 这些我们同学他的歌迷 我们就放学就跑回家 就是要 其实每天看到都是那四个 没有多的 就是同样的MV 但我们都很想再去看一下 我经常跟他讲 我说放学就会跑回家看你的MV 就是那是一种 我们接触外面世界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我相信有很多的小镇的青年们 当年都是听着七星的歌 或者谭红林的歌 张学友 梅艳芳 或者齐玉姐姐 都听着他们的歌说 哎呀我们要去外面看一看 外面世界非常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最后我想给选办出个小难题 也是个小挑战 但我觉得会很浪漫 你能不能够用一种独白的方式 推荐词 在想起这首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大约在冬季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段 你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推荐词 可以 别离是常态 相聚是奢华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 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别离 我也常常跟我的读者朋友说 别离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当我们真正的懂得了什么叫别离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真正的长大了 成熟了 一首歌的流传 它可以被很多人喜欢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那这首歌它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相信它也会代表着很多很多人的青春 当这首歌再度想起的时候 希望你会想起那些你曾经深深爱过的人 那些已经跟你告别的人 希望你会永远记得那些留在你生命里的 不会被磨灭的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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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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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愿意 分享 我们的愿意 我们的愿意 也许我们的愿意 我们的愿意 我们的愿意 一切点 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失去 漫漫长夜里 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亲密 竟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虽然迎着风 虽然下着雨 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 你要保住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宜孤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 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 冬季 为什么是这首歌 所有人都听过 大家都喜欢 不想说起了这样的名字呀 就一首歌编成了这本书 然后才编成了这样的一个电影 那我们接下来 来认识下一位 带着音乐故事的嘉宾 掌声有请 音乐推荐人 罗炳祥 罗炳祥 中医古商科专家 从事中医临床事业30年 患者评价他 问诊 寻寻善诱 针法独特 手法轻巧 四两拨千斤 是老百姓口中 名副其实的老中医 欢迎您 好 你好 你好 请坐 小韩刚才我们这位嘉宾上场的 就说家宾你不介绍 我都能猜出他的 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 这位嘉宾是恋家子 如果一首歌 和我们这位嘉宾联系在一起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 风格的歌 双截棍 小轩哥 沾点边了 沾点边了 对 那中国功夫 完了完了 我都够 好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 揭开自我的神秘面下 我是一个中医大夫 也三十多年了 就是专业其实就是叫中医古商科 就是你们知道结骨啊 脱胃啊 颈颈腰息痛啊 你做一个古商科大夫 就小韩说的 那你肯定得练功啊 对 自然得练 所以其实他还是猜对了 他猜对了 他看不了 是我们的中医 古商科的专家 罗炳祥大夫 好 中医专家 嗯 什么哥儿 大胆猜一猜 许峰 肯定是中国风 哎 中国风 嗯 最近比较时髦 哦 这又提醒了 啊 最近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歌曲本草纲目 是由方文山作词 林迈克 编曲周杰伦作曲 并演唱的一首 中国风歌曲 歌曲用诙谐幽默的嘻哈元素 让曲风鲜活起来 充满创意 作品已经发布16年 但欢快的节奏 朗朗上口的歌词 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并持续霸榜各大音乐平台 近日歌曲又因刘庚红的 剑子操再次掀起新的浪潮 有网友调侃 每当周杰伦演唱会上 唱起本草纲目 台下一群人开始 跳起了剑子操 您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 这首歌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本草纲目这个歌啊 就是我个人认为 从传播中医文化 或者让大家了解中医 起到一个很好的传播作用 我做一个临床大夫 但是我也要经常去传播这些 中医知识 中医文化呀 那么你看这个本草纲目这个歌 现在全传遍全世界 没错 外国人都在跳 对 就很不可思议的 那你外国人跳的时候 你听这个歌跳 那你肯定有人想搞懂这个歌唱什么意思呀 没错 到底是什么 翻译成各种文字了 哦 原来这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中国医学的歌 这个题目是一个中国明代 就是500多年前 就是1590年左右 《文草纲目》那时候写成的 那么久远年代的一部 中国医学大百科全书的书名 然后这个里面又有这么多的中药名 你看它那歌词里面写的这些东西 最后就翻译过来 老外一看 哎 那中国人这个中药 它是怎么治病呢 这些中药 最后他写了一句 可能是我把它熬一熬 喝下去 喝下去的是骄傲 哎 这外国人觉得有意思 这个中国的中医这么历史优远 看来中国人很喜欢 你去叫你骄傲是吗 对 你骄傲是 他就会想这个 小韩 你怎么来结合这种情 说实话 我最开始听的时候 我是没听清歌词的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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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来我一看那个歌词里面 有大量的中药的药材 我觉得这个歌的利益 特别特别好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样 它对中医文化是一个传播 虽然它是入门级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传播作用 是非常显著的 不光是说向海外传播 就我们其实中国人本身 我们自己对中医的了解 也是很有限的 对 错 那通过这样的一首歌 可能至少会引发 我们对中医的兴趣 由此可能会打开一扇 走进中医文化的大门 我觉得它还是很棒的 要深入去想 多了解一下 你就得学更多的中医知识 你看它这歌词里面 我大概数了数 写了16位的药名 歌词有各种各种作用 我今天还给你们带来个小礼物 很有心啊 罗大夫 给我们一个人抓了一副药 我用这个药里面的两味药 加了个花 两个药 一个是这个绝名籽 一个是枸杞 还有那个花呢 就是菊花 这是个代茶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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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茶饮 你知道此时此刻 谢谢 谢谢 有意啊 这是可品尝的歌词 真的 这几个药主要是干嘛的呢 就是它都是这个养肝瞑目的 养肝瞑目的 那我请教一下小全哥 从专业音乐的角度呢 您怎么解决 为什么这么火 大家这么喜欢 我觉得 中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 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 我觉得 有的时候说起来 我觉得 真的比我们现在的人 要智慧的多得多 人毕竟是 这么多年留下来的 只是看你时不时的 看你懂不懂 会不会用 那周敬伦的这首《本药纲目》呢 它其实就是 一种中西结合的音乐创造方式 那这个 应用了一些中国元素的 五声调式的音阶在里面 来造成一种中国风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歌曲里面的这种安排上 基本上用的都是 那种嘻哈和Hip Hop音乐的元素 那么让现时代的年轻人 突然感觉到有一种 很新鲜的感觉 他们首先是被音乐的形式 和音乐的这种时尚状态 吸引 有中国风格的这种 加上中国元素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这样重要的东西 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之后他就变成一种 一种很另类的时尚 那么我觉得这种代入 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 这是不是一种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 很有效的一种创新的途径 其中一种 所以还是我们现在提倡的 你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你要融入新的东西 对 不过我想请教罗大夫 本草钢幕这首歌 现在这么火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这个健身舞 而您是舞伤课的专家 您怎么来看现在这个视频上 对吧您说的全世界他都在跳 这套健身舞 它的特点魅力在哪儿 好这个就是聊到我本行了 您的本行了 对 古伤科医生 那好你看他这个 这个本草钢幕他编的这套 他们叫健子操对吧 这个健子操那很明确 第一肯定是适合年轻人跳 动作这几个动作相对来说 幅度节奏比较快 动作比较大 挺难的 对 我把这个操我曾经想 我说让老年人试试看能不能跳 您想过这样尝试 我想过这尝试 然后因为它时髦 有的老人就会问我 对对对 我说这样咱们这样 马上拿那个视频来 把那个速度放慢 放到0.5 就是减掉0.5或者减到1 你都降到 就是一半波一辈子速度 那个就已经很慢了 你让60岁以上70岁 很多老人还是跳过 为什么 因为他一跳的时候 几个动作都是他单侧重心支撑 那条腿根本撑不住自己 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或者那胯又疼 他做不了 这样的话 他可能不太适合老年人 但是青年人 我觉得非常适合 而且 对带动他们健身 有非常好的作用 为什么说这个话 我们这医生在临床 每天见到这个患者 五花八分 这些年最常见的是 一些年轻孩子 十七八岁高中生 就是人这个身体差的 就跟那个衰老的老头一样 没错 你看看这种孩子进来 十七八岁 我能站起来吗 能 没问题 能站起来 有的是瘦得一塌糊涂 瘦得低 瘦过灵穴 那种孩子一个都这样 跟小老头一样 真的是这样 很多这样的孩子 然后我说你好 你弯弯腰看 弯腰手够地 咱们到底一定算 那弯腰手够地 还是很轻 这种孩子 弯腰弯不下去了 弯得了 我说你往下弯 我弯不下去 为什么弯不下去 筋没拉开 撑着 腰疼 你啃了吗 十七八岁的孩子 柔韧性都没有 这样子 特别多这种孩子 那你这种孩子 他每天 他就是习惯 趴在电脑上 没错 他就习惯在那不动窝 你怎么能把它调动下 它的锻炼的积极性 而且 怎么给它找一个运动方式 我觉得这也挺好 大家 孩子们都在跳 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你的各种场合 你也跟着跳 你自然会被带动 你就带动起来了 他这个音乐风格 可能他又喜欢 我觉得可以 这个曲子 这个歌呢 对带动现在那些 不爱运动的青年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方式 又学习了动音文化 那请教罗大夫 我们说现在它已经成为 一个经典的歌曲 一个流行的线 任何一个文化线上 成为一个流行啊 它最后会有一个核心的动音 是触发了这首歌传唱 这个这样一个健身的 这样一个舞步的流行 大家在家里面待久了 都想运动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目前这个环境 比较特殊有关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今年疫情的反复 疫情 让大量的人没有办法 踏出家门 它只能是封闭在自己的家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我觉得可能大家 对运动的渴望 反倒是比以往 对吧 更加的强烈了 那有这样的一种好的运动方式 能够让大家足不出户 在家里面就能动起来 而且是在网络上你知道 有上百万人和你同时在运动 那种感觉还是很美妙的 所以您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是一首流行的歌 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但是其实有那么一点点 我们开始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有崇敬心 有渴望了解 开始现代和传统开始融合 而且有向年轻化的趋势 大量的青年人 年轻人开始喜欢中国文化 也开始喜欢中医了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周杰伦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写了 了不起的周杰伦 写了很多了不起的歌 没错 就是他了不起之处就在于 周杰伦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的所有的歌 都是小朋友能够听 能够接受的 就是他用饶舌这样的一种 被年轻人比较喜爱的 一种音乐形式 但是他用输 就是通过他的这种音乐 输出的都是正向的利益 输出的是我们的这种文化自信 我觉得这是周杰伦 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周杰伦 他在这个孙儿里 这首歌的第一句词 如果华陀在世 重阳将被医治 中医可以治疗病 这就是千年历史传统的 他这首歌词 我觉得特别耐人琢磨 如果华陀在世 就说明现在可能 是不是中医也提到一些问题 像我们是不是继承得不太好呀 或者我们发扬创新的不太好呀 是不是要更努力呀 那么大家怎么觉得 是不是找不到好的中医 找不到像华陀这样的 所以敦促中医 他自己这个行业 要往前发展 所以他这句话 写得很有深意的 最后的总结发言 交给罗大夫啊 您为什么要带这首歌 来我们的节目 您最后想表达 什么样的心愿 我就希望呢 就这样的歌曲 简单 就是大家愿意听 愿意照着这个去跳这种操 有非常好的作用 第一个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 这个不言而喻了 第二个 如果都这样去传播中医的话 那这个传播的效果 会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还真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热闹 它也很热情 但是就刚才这一会儿 我听出那么一点点门道了 那带着这个感觉 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好吧 太好了 来 交给表演舞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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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团钻石 从来都被医治 外放了血汗 自己帮我免除意识 妈 天资决明的肠儿子 还有链子 华妖族斗子 穿链子 我要面子 等我的方式 感情一步历史 有什么别的事 一件中文竞技价值 哪有当归工去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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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转一把重量 浮上一天骄傲 我表情有才 挑本大概 动作青春自在 你学不来 你哄到这代表 整个状态 在怀里的城市 不大概 用手套手招备 你没转开 我好机会再开 给一张对白 都记得下来 看着厉害 量成什么弹 肉成什么弯 露龙前面不能带 老乡不得说话 不能这样乱吵 回忆链高音 男朋友还有动作相吵 自己的音乐 自己的用分量刚刚好 听我说中央可 尝试应该干枯 快翻开翻唱 干不错看一切想翻车 看足迪容易翻过江湖 找到老祖宗的星空 我们一定不能输 就是这个关 就是这个关 一起探就是这个关 就是这个关 就是这个关 有个变方 转积以为我的内裁 一踩看前面的害怕 用别人不及到的力量 我表情有才 挑本大概 动作青春自在 你学不来 你哄到这代表 整个状态 在怀里的城市 等待醒来 我表情有才 挑本大概 用手把手交代 念力传来 好机会再开 DH对白 DH对白 DH平的传来 开始厉害 知道此时此刻 有意啊 这是可品尝的歌词啊 他这个歌词 我觉得特地 让人琢磨 通过这样的一首歌 可能至少会引发 我们对中医的兴趣 由此可能会打开一扇 走进中医文化的大门 我个人认为 从传播中医文化 到一个很好的传播作用 我刚才有在反思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来 来剖析一首歌 会不会有点太严肃 当一首作品 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 公共作品的时候 它的解释权 已经不在于作者 所有一作品 其实都一样 对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 特别喜欢有故事的歌 就是它迎合着 听歌的人的 某个人生阶段的 某种经历 某种心情 但是你会发现 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 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 是不同的 但我们又是相通的 所以其实很多作者 真的是用命在写歌 没错 但是对于听者来说 我们是以歌在续命 就是音乐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太好了 谢谢小韩 谢谢小韩哥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